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何平 北京驱赶外来人口的低端行动仍在持续 书记蔡奇这个星期 面对声讨人权侵犯的公众抗议似乎也改了口风 而在所谓世界互联网大会 中共与国际政党对话会之后 中国驻美公使一番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 更凸显习近平当局对外姿态的强硬 那么在所谓新时代之下 中国民间是否出现了一种 声索公民权利的崭新氛围 而中共影响力持续渗透 又引发国际社会怎样的警觉 这次节目我们就与您聊一聊这些话题 光临节目的几位嘉宾 一位是通过skype视频与我们转播现场连线的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先生 胡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谢谢 一位是自由至上主义学者 原北京大学教授夏野良先生 您好 夏教授 谢谢主持人 谢谢 一位是旅美经济学者 时政评论人士秦伟平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谢谢 欢迎各位 那么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 能够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节目的现场直播 并且及时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现在先请各位看一段背景介绍 12月10日 世界人权日当天 数以千计被当局指称的低端人口 在北京朝阳区发起示威 抗议北京市政府暴力驱赶 侵犯人权 与此同时 人大 清华 北大等高校学者 公开发表联署 敦促北京中共市委书记蔡奇下台 面对于舆论压力 蔡奇借官方媒体 在慰问一线生活性服务业劳动者时 从此前要求清理整治的刺刀剑红 改口为北京这座城市需要环卫 保洁 保安 物业 家政 快递 餐饮等普通劳动者 无论是城市运行 还是日常生活都离不开他们 花音未落 北京周三再次发生民房大火 导致多人死伤 在习近平宣称的新时代下 一场深所公民权利的社会形态似乎正在萌生 中国民间反对野蛮行政的舆论共识 也日趋强烈 与此同时 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星有关 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 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知识等强硬言论 令外界错愕 截止目前 美国 澳大利亚 德国 新西兰 加拿大等国 纷纷公开发声 呼吁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影响力输出 和专制意识形态渗透 中国当局对内对外的一番强硬政治姿态 值得各界关注 那么胡佳先生我想首先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北京这样大批的低端人口 在世界人权日以抗议侵犯人权的名义发起的这次示威行动呢 人权日和他前一天的这个反腐日的时候 我都被软禁着了 所以说我对他们发起这个这种街头的抗议毫不知情 但是当人权日那一天在微信的这个就是里边 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这种形式的抗议在北京的街头 其实是在冬天出现的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经过了从11月19号到现在已经快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就是当时是三周吧这样的话 那么终于有人愿意站起来 不再作为顺民草民的那种形式 而公开的表达出自己的呼声 然后表达出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抗议 这里边都是那些被扫地出门的所谓低端人口 这些人终于有了公民的意识 然后知道自己有这个权利 人身的权利 言论的权利 然后他们能够聚集到一起 而且这个事件居然能够成功 还有那么多的人在一起 就当时非常非常的振奋 那么我想这个应该说有一些人终于觉醒了 他们不再是可以任你去欺凌 任你去驱赶的人 那么他们所采取的这种形式的话 已经开始符合公民所行使 就是自己公民权利的那些街头行动和广场政治的手段了 我觉得就说这一次蔡奇所做的事情 其实促进了某些公民的觉醒 而且许多被驱赶的低端人口也从北京的市民这里获得了一定的支持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有一段期间的话 去给他们搬运东西 开着车给他们搬运东西 给他们去寻找新的落脚点 那么低端人口也会发现原来同样是普通的人 这些拥有北京户籍的人和他们有一种平等感 那么我想这也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在这座城市继续去打拼 继续去生存下去的信心 谢谢胡佳先生 胡佳先生的评论令我们感到欣慰 那么毕竟北京还是有这样的良知民众所在 下一梁教授我想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刚才胡佳先生提到的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就是在不久前的所谓南南人权论坛上还提到了 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呢 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那么您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次所谓的低端人口 以争取人权为名发起的示威抗议 我们能否把它看作是一种中国权力运动的崭新的一种标志呢 当然这个公民身份人权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了 那么现在呢中国老百姓已经被剥夺了各种自由表达的权力 所以刚才那个王毅部长那个说法呢是很荒唐的 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那当然了 问题是中国人民有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力 那如果他要真有这种所谓三个自信还是四个自信的话 就应该所有的官方媒体都开放评论 而且呢不删除不搞那个限定词 所以如果那样的话你看看 问问中国老百姓到底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 让老百姓自己自由的表达 所以我想他们没有这样的底气 没有这样的自信 他经常是找一些人来代表中国人民 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自以为是代表中国人民 其实呢他们是强奸民意 长期以来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表达权 所以呢网络世界是相对自由表达的 但是呢他动不动就封网 动不动就是取消或者剥夺人们评论的权利 你像央视论坛呀强国论坛啦 人民网啊很多的地方都是禁止评论的 特别一些重大的消息 过去也有过他们想试探一些民意如何 结果呢成千上万的评论让他们非常的尴尬 他们只好取消评论功能 所以这点呢就可以看出他们自己到底内心 他们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认知的 只不过不敢公开来面对 那么这一次呢我想不仅仅是公民权利的这一个 再一次的应该说是倒逼 倒逼人们来这个彰显公民的权利 因为他们可以任意把中国的群体 说成是低端人口 那我讲过 我说这个中共的官员 他们才是低端群体 为什么讲他们低端群体呢 你像习近平执政以来是五大郎开店 他用的人平均化程度 都是初中高中文化程度 少数在什么党校拿的一个文凭 或者是当了省长部长之后拿的那个博士都是假的 他不如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时期 那时候还大量的任用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毕业生 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 我们那么多的人在海外留学归来 那留学归国的这个人呢 人数都接近一百万了 那这一百万人里面挑不出这个管理国家的经营人才吗 所以可见他们自己才是低端的 他们的这个智力能力各方面都是低端的 有的人说你不是为文凭论呢 那我就问大家 到底是文化高的人能力强的概率高 还是文化低的人或者半文盲的这个能力强的概率高 这点是一个常识问题 如果而是讲教育不重要 学历不重要的话 那国家也不需要去花大力气去培养教育精英 各方面的精英了 那就没必要了 那就是说凭自己天生嘛 谁他爸爸是当过大官的 他这个遗传基因好 那就看谁他祖上有没有当皇帝的 那就是看谁家的这个基因好 就让谁当官了 那就不要这个教育了 没有这样的一些考试啊 甄别了 对吧 所以我讲他们才是真正的低端群体 就是中共的官员 秦伟平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们知道您是长期在经济层面 关注到了中国的变化 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低端人口 以人权的名义发起抗争 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国的政治层面 会有什么影响 好 那这次北京在世界人权日12月10号 这个上街抗议行动 确实跟以前的所谓的群体事件 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知道整个中国在 特别是最近十年 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它的群体事件其实非常多 拥有非常多的这种 侵害公众的这种基本的权益 包括比如说房子强拆啊 工厂强行增速土地强行增速 这些侵害经济权益的概念 当然其实也是 侵害了大家的一个基本人权 当然过去的每年 大概有十几或者几十万起的 大大小小的这种群体事件 这种抗议的主要是 以经济诉求为主 还没有上升到政治诉求 这一点我相信 很多公众也有观察 包括中国政府也很观察 所以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应对 这种以经济诉求为主的 这种群体事件的应对方式 比如说把那个挑头的 他可能就用俗买的这种方式去解决 然后用镇压 各种分化各种方式 那这次一上升到政治诉求 他就没好讲了 比如说在北京蔡奇先生 这样子大规模在驱港 所谓的这种外来务工人员 这种低端人口的行为之中 这很明显的侵犯这种基本的人权 大家以你伤害人权这种方式来讲 他就没办法去说 去怎么俗买 怎么去批评 因为没办法讲嘛 他自己打脸了嘛 很明显的 所以看到说12月12号 那个北京日报都刊登出来说 蔡奇又去改口 然后说我们北京是需要你们这些人 你前几天恶狠狠的那个讲话视频 公众都看到了 对不对 你现在突然又改口 这不是 你说打自己的脸呢 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是一个很 很微妙的一个变化 我认为 就我在我们观察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中国危机路线图 我们公众的这种权力的意识的觉醒 它是有一个过程 最开始大家关注的可能是经济诉求 一旦说经济损失 那种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债务危机爆破 金融危机爆发 大家变得都是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们知道现在 很多人还是有一点点小积累嘛 哪怕是所谓的 在他们眼中的这种低端人口 也有可能有几万块 十几万或者几十万那种积蓄嘛 对不对 还不至于那么惨 一旦说这整个经济全面滑坡的时候 大家都一失业 然后呢就可能口袋里的钱 只维持几个月的生活费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就不再是经济诉求 直接是要求你政府 现在是人权 下次可能要求你政治改革 要求甚至有人会低端的要求 叫提防共产党这样子 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信号会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是 北京这个事件是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这个规模不大不小 据报道说有上千人的规模 足以是把这个信号传递给 社会各界还有政府 你不能说再为所欲为 如果继续这样子的话 特别是经济滑坡 它现在无法控制政府 这种大面积的未来的这种 以政治诉求的这种群体事件 可能会越来越多 这种规模一旦达到一定的量的话 可能会对整个中国政治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谢谢 那么胡佳先生 刚才秦卫平先生 我们在座的嘉宾提到了 中国当局是在经济和政治层面 如何不同手段的 来控制和掌控这样的一种 民间的公共事件 那么我想请问 截至目前我们注意到 北京的这次所谓驱赶低端人口 导致了艺术家华勇 至今还是因为关注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么仍然在逃 甚至多名为华勇提供帮助的 当地村民也遭到了抓捕 而蔡奇一番 北京离不开普通工作者的表态 您认为是否能被看作是这样一种 中国当局无视民生疾苦的举动 在发生某种转变呢 这个蔡奇无疑是这里的最重要的决策者 她的所谓在基层敢于碰硬 要真刀真枪 刺刀见红的这方言论 给了各路 就是比如说北京的各个区的区委书记们 给了他们主心股 然后我们也看到过丰台区委书记 曾经也是一番狠话 然后下面办事的方式 就是把这些狠话都实践到了他们的手段中 那我只能是说 这个蔡奇和下面的这些官员 他们其实都是 就是某种程度上人格是有分裂感的 一方面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把他们在电视电话会议中的 那些强硬的措辞和粗暴的这种手段 向公众公开 另一方面的话 他们也的确是感受到了 来自于比如说民间言论 民间街头行动 以及国际社会的这个言论 甚至也包括一些外交官 因为我们也在人权日之前接触了美国 欧盟联合国方面的外交官 因为在之前他们每年都会搞一次那种比较秘密的聚会 那么我们在那里面 其实西方的外交官也对这个清理丢端人口的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视 因为在别的国家是想象不到在北京这样一个所谓的首善之躯 能够出现像预风过后的那种残骸 或者说像一个局部战争 就一夜之间发生局部战争 那种许多地方被推平的这样的就是水晶之夜嘛 原来在德国发生的那个就在北京就在当下去发生 让人们瞠目结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蔡奇他们的确是感受到了压力 那么他感受压力他并不是为了要改 他只是在利用他的这个宣传手段 因为所有的宣传手段都是党的喉舌 都掌控在他们之下 那么他利用这些东西的话已经先后三次 包括北京日报 包括北京电视台 然后也有包括一些就是说跟中央有关的媒体 在也都报道了 蔡奇就是多次说在这个整治这个消除隐患 火灾隐患的过程中要人们关怀 然后呢他也是风光大秀的造这个街头去和那些 比如说快递员 比如说这个那些就是清理垃圾厂战的 这些就是工作人员在一起 而且他笑的当时你看起来是非常自然的 真的你要感叹就是大言掩于朝 像他这样的政客的话 一方面在下面使着非常非常狠的手段 但在上面的时候他还要表现出来另一副嘴脸 那么如果有老百姓有怨言的话 那么也会说上面是好的 都是被下面的人念歪了 也就是说责任他不承担 如果下面的任何问题的话让老百姓产生错觉 是执行方各区县甚至是各个派出所 城管部门还有那些保安 他们采取的这种粗暴措施 这是就是共产党的官员一贯的做法 所以我并不认为他在这方面有任何形式的改变 只是说他把共产党所带有的那种用谎言恐怖暴力联合起来 这种诡辩是治国的形式 诡辩是这个就是说治理这个社会的形式 再重新演绎一遍 胡佳先生我这里有一位网友特别向您的请教提问 他问到蔡奇改口说北京需要普通劳动者 是有什么样的背景呢 是否是在安抚民众还是这样的一种驱赶措施还会继续下去呢 这个驱赶的形式的话它可能会在某些 因为实际上北京最主体的那些平价公寓 那种每个月600到1200块钱的平价公寓 从各个区 各个区都有 在北京的四环路边上我还去考察过 像小乌鸡桥那些地方的 基本上在11月18日大兴西洪门那个火灾之后 头七就是死者的头七之前的这几天 最主体的人已经被清理掉了 这样的就是说那些被推平的 因为11月26号是他们截止日 从48小时到144小时之间 但是通常执行的时候是给你2到4小时的时间 立刻搬离这个地方 我并不否认 就说在这次整 因为去过现场 去过几个现场 的的确确有许多地方使用采钢板 有许多地方有那种住宿仓储和生产三合一的 这种带有严重火灾隐患的地方 和大兴西洪门那些地方 比如发生采钢板这个燃烧以后有毒气体 这等于就毒死了19个公民 那么这种隐患是切实存在的 但是北京就是这样 有一个塔西托陷阱 不管说蔡奇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手段 那么他采取这种方式的话 也是那种运动式的极端式的 非常非常的就是说一刀切式的 不容任何商量的 因为你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些数以万计的人赶到街头 然后让他们就在瑟瑟的寒风中放 那时候正是寒流来的时候 11月的这个中下旬嘛 那他们怎么办 这个就这种东西的话 你可以有一个托词说我们是针对市 对市不对人 我们只是要把那些火灾隐患消除 但是当然丰台区委书记也说的很明白 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是为了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 可以在家看看电视 这样这是他原来的电视计划会议中自己讲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选票的情况下 他们只是对自己的 就是说这个责任负责的 这怎么说呢 就是乌纱帽的责任 未来的前程负责 不发生火灾的话 那么他的仕途就一片光明灿烂 他并不是就是第一 第一废的并不是关心这些人的安全问题 更不关心这些人将来的去向 和那个什么安置的这些方面的问题 所以刚才那位网友问的问题 就是说他是不是有变化 那么变化是的的确确是有的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你如果看到他现在采取了某种柔性的手段 或者不太像那么粗暴的手段 那也是因为他基本上90%的坏事已经完成了 在下面的这些小的行为上的话 他可能有一点点的空间 那并不代表他的人性这方面已经有什么转变 或者他的冷血变成热血并不是那样 那么夏野良教授我们知道 从习近平在十九大确立了所谓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力地位之后 应该说通过一系列的类似于国家安全 网络安全等等的立法 在打压公民权力和针对政治意义人士的迫害方面 表现出了一种绝对的权力傲慢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 目前我们在观察这样的一种北京强制驱赶地端人口 天际线工程 甚至包括华北广大地区的这个煤改气等等在内 我们如何来看待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治国理念呢 首先呢我们讲这个什么是国家安全 网络安全 其实他们讲的是这个统治者的这种恐慌感 因为他们就是有的时候异议人士啊或者异议人士的子女甚至中学生出国 他们禁止出境 其中一个罪名叫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这非常荒唐可笑的 就是说一个中学生出国怎么就危害国家安全了 所以可见他们这种内心的这种恐惧 另外呢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 我们知道专制下出酷吏 也就是说在这样目前的一个氛围下 这些官员在比什么 比这个残媚 比效忠 另一方面对于广大民众 他们比的是什么 比谁狠 比谁恶 所以这样的话呢是一种掠臂驱逐良臂的过程 人的良知 人的底线不断地被往下拉 然后呢就是他们谁成为一个酷吏 似乎呢对上面完全的效忠就可以得到重用 所以这样的一种这种氛围 官场氛围 造成了欺上瞒下 鱼肉人民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刚才你讲到了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是什么 他其实呢 他就是一个专制的 秦始皇 这个毛泽东 这个一直延续下的这条专制的这个治国理念 他没有什么像样的治国理念 他的整个的教育 不像他吹牛所吹的那样 读了多少世界经典名著 他连一本都没有认真读过 如果认真读过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他现在呢做的事情 有人说甚至连一个村长的治理能力都没有 其实我觉得用他这种 就用高压的手段对待老百姓 然后呢用欺骗的手段来糊弄大众 似乎呢他有人把他吹捧为千年明君 有人把他吹捧为能够带领中国走向 中国梦的实现 伟大中华民族复兴梦的这种人 所以无论是替他吹牛拍马 或者是图解他的这个所谓的中国梦的人 其实都是投机者 而且也是助纣为虐 助纣为虐的帮凶和帮贤 所以无论是国内的那些官员 大小官员和这个御用文人 还是境外的像郭文贵及其郭粉们 这种没有是非观念的这样的一种吹捧 就是说不反习 认为习是千年明君 这种做法呢 当然是对中华民族来说 是一种助纣委虐不可饶恕的行为 所以在您看来这样的一种治国理念 所谓的治国理念之下 类似于的这样的对所谓低端人口的驱赶呢 这样的荒唐事件还会不断发生是吗 对这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是以法治国 他们在十八大的时候就讲过 要建立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讲了那么多 但是有一点嘛 到习近平对法治的理解是非常荒唐的 他不懂得法治的意思 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而他说法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那么中国共产党又要在党中央 又要在核心的领导之下 言下之意就是在他个人的领导下 那么如果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 古今中外 没有一个可以豁免的例子 就是说所有超越法律的人 必然是散权的人 钻断的人 必然会给国家 给民族带来灾难 刚才夏教授提到的这个中学生 被禁止出国 应该指的是709案的 被捕律师王宇的孩子 那么试图在日本 去日本访问的时候 秦卫平先生 我想请问呢 就是刚才夏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套 这样的习近平的所谓治国理念 在这样的一套理念之下 您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 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正如大家所关注的 中国人权状况 应该说是每况愈下 是非常糟糕 我认为 我们知道中国是在1998年 中国政府签署了一个联合国 一个公约 就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签署之后 外界可能还很关注 觉得中国政府是不是 朝好的方言去转变这样子 但是这个公约到目前为止 一直没有国务院提交给全国人大去审议 也没有去批准 所以在法律层面 这个公约还没有去执行这样子 然后我特别是看到说 最近五年吧 新一届政府上来之后 当然现在又可能马上要换届了 整个政府上来之后 发现着对人权的这种伤害 越来越严重 从刚才提到的709案 之前还有很多 比如说反对派的 中国民主党这种打压 非常非常厉害 以前可能是对那些政治异议人士 比如说你公开反对政府 反对共产党 他会有一个严酷的打压 包括对家人的这种迫害 都非常明显 那个中国民主党的那些党员 被判刑的加起来 可能超过千年这样子 就判刑非常非常重 他就是试图把所有的反对声音 扼杀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萌芽的状态 那作为他们一个执政者 他们不是用选票选出来的政府 他有这种恐惧感 那现在慢慢的变成什么呢 变成在整个 比如说为经济案件 这种维权人士 去打官色这些律师 他们只要敢为他们那些 弱势群体打官色的律师 他都开始迫害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709 这个犀利案的这种迫害 对不对 那现在再也看到这个 我们蔡奇最近的所谓的三八火 一个是驱赶外来人口 对不对 又强行的搞什么没改气 对不对 又强行的去建那个北京的天际线 要把那个很多广告招牌 全部拆掉就是一股脑的运动式的执法 就看到说他们中共当局 他们对整个人权的末世 到什么情况 以前最早是从反对派开始 然后从直接反对的人开始 然后到为抗议人群说话的律师开始 现在就已经到普通人了 换句话说 我们去跟中国国内的一些民众 去沟通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很不敢讲话 就是很有恐惧 就觉得说在那个公开的 比如说微博啊 现在那个微信啊这样子 就是社交媒体平台 他们都不敢讲话 非常之谨慎 最近到人人自卫的时候了 就是这很明显就感觉到 这个国家说起来很好 新明先生说得很漂亮 就是依法治国啊 对不对 讲得都非常好 但实际上做的事情 你看那个蔡奇到下面的 一级官员做的事 我们每天从社交媒体上看到 那些特别是一些基层的官员 比如说那些城管 如何去对待这个城市管理的 这个普通老百姓的 就是完全就无法无天 完全就把什么法律完全抛在脑后 所以这个中国人权状况 是越来越糟糕 我觉得需要提醒 就是公众和政府的事 大家如果面临自己的权利 遭到伤害 然后不去抗争的话呢 你未来可能就是 只会越来越糟糕在这个局面 谢谢 好的 那么提到人权问题啊 胡佳先生我想请问 我们注意到近日六四遇难者团体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啊 张先玲的丈夫 也是这一团体的主要成员 王梵蒂先生呢 不幸病逝 那么在您看来啊 民间 中国民间啊 有关平反六四的诉求啊 在习近平治下 是否乐观呢 首先来讲的话 就是说平反这个词 一般我们不太用 我们也跟香港的 这个支联会的同仁也提及过 因为平反呢 如果说上共产党去平反的话 那等于消解了 他作为法西斯刽子手的 这个就是说罪责 这样呢 那么六四公道自在人心 实际上全世界都知道 六四是怎么回事 他应该像韩国的光州起义一样 也是一个争取民主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 在全世界范围的 尽管他后来是就像失败了一样 但是他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影响的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加深远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的话 我们觉得说六四是不需要所谓平反的 这样的话 他就是在那里了 他已经是一个 就是说非常非常有公认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 就像光州起义一样 之所以叫他起义 那不用说他是怎么样 后来被统治者如何去命名 那么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的话 您说我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的话 首先我不认为共产党有资格 所谓去平反六四 从来他就不具备这个 他根本就不配 然后同时来讲的话 六四这件事情 在共产党的体制瓦解 在他的这个就是统治的这种形式 彻底崩溃之后的话 那么六四就是完全可以公开讲的 而且会像纪念228纪念 这个就是光州起义一样的 去进行这样的 就是说举国性的纪念 而且有十许多多的事情可以挖掘 当然另一方面来讲的话 六四也并不代表一切 在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 那么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即使没有六四的缘由 那么公民社会的觉醒 它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即使某些这个年轻人 被共产党的教育 抹去了很多的这种历史记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许许多多的这些事件 包括就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 像这个红绿兰幼儿园的事件 然后这个大兴的这个火灾的事件 以及拆招派的这些事件 也让许许多多的年轻人 觉醒 所以说我还是对未来 就是说深表乐观的 就是说这个社会变革的话 就会在未来几年出现 胡佳先生 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诺贝尔和平奖 获得者刘晓波的遗孀 刘霞目前仍遭到 中国当局的严密软禁 国际特赦组织呢 本周发出了紧急呼吁 对刘霞的生存状况 表达担忧 我想请问呢 您作为刘晓波和刘霞的友人 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 有关刘霞的近况呢 刘霞在19大的那个阶段 他曾经做过一次 子宫肌瘤的手术 那么他现在的状态 实际上和他从2010年的10月8号被软禁之后的状态 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就是恐惧 绝望和崩溃 这三个概念基本上可以涵盖他的这种 这种就是说从身体到精神的这个状况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冬天将是他生病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因为他失去了他在两年之间失去了父亲母亲 然后现在失去了挚爱的丈夫 那么刘晓波生前给他的唯一的嘱咐 就是说你要好好的活着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对刘霞现在近况 因为许许多多的人 包括外交官 包括媒体的朋友 都很关心刘霞现在的状况 但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不是他现在的状况 而是如何去终结他现在的状况 这样就是说当然就是从国际社会的呼吁 包括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这个上百名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这种呼吁已经不止一次了 这样的 然后在刘晓波先生病重 以及过去的这个阶段的话 国际社会的这种聚焦 就像他获得诺贝尔奖那个阶段一样 也已经达到了极致 现在我们就是说要让这种外交的斡旋 我们当然就是说你只能向共产党提 因为在西方的这个德国美国只能向他提的斡旋 实际上就是一种外交压力的形式 那么跟中国共产党启动这种谈判 跟政法委 跟国家安全委员会启动这种谈判 因为他们在这之前也说过 说19大之后再谈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人能够在这之前负责 现在他们所有的人都已经走马上任了 这样的该谁负责就是谁负责 刘霞的命运以及刘慧的命运 在这个时候应该有这种外交程序进行探讨了 就是这个阶段跟美国和德国的外交官 以及跟欧盟的外交官都有这方面的沟通 包括我跟他们说过 你们要争取去见到刘霞的这个权利 然后有的外交官给我的回复是说 如果能见到他 不就意味着他很快就能够走了吗 是不是需要这个程序呢 我告诉他不是这样的 刘晓波在过去的七年八年九年的过程中 他唯一见到的两个来自自由世界的人 就是德国和美国的医生 而德国和美国的医生在那个病床前给刘晓波 这就是刘晓波在带着遗憾走之前的话 唯一的一个希望 他看到了有人 他知道了某种压力已经进来了 至少这个压力发挥了作用了 对刘霞也是如此 如果有德国美国的外交官能在中国这个北京见到他的话 那么也意味着给他莫大的希望 这个希望本身就好过 我认为就好过他现在每天必须要去服用的抗疫欲的药物 以及让自己就是不得不服用的那种安眠药让自己入睡的这样的药物 这个可以让他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不选择某种用一种逃避生命的方式去结束痛苦 因为这种担忧我们是切切实实的存在的 我来补充两句 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六四 我觉得六四不是一个平反的问题 而是一个血在清算的问题 将来当中共暴政完结的时候 未来的民主宪政的政府应该进行追索 这个追索呢不论这个柜子手是死的还是活的 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人他们的不义之财 都应该受到这个清算受到追责 讲到刘霞呢我们知道刘霞现在的一个朋友 叫廖亦武在德国在推特上也发了一些他的状况 我们知道刘霞因为过去去年和前年 我都曾经这个几次打电话给刘霞 那时候还可以通话 有的时候通话一般是40分钟 有的时候都是超过一小时 那长时间的通话的时候过程中 我发现刘霞呢就是说他那个情绪变化很大 他有严重的抑郁症 然后呢有的时候很开心 比如说我告诉他我们正在争取 要把这个中国大使馆前面那条路 命名为刘晓波广场 他听了以后哈哈大笑非常的开心 有的时候呢又非常的难受 他也在写诗 他也用一种其他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心境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像胡佳先生刚才提到的 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在国际社会呼吁 希望能够早日把刘霞接出来 我想这样的也是刘晓波的遗愿之一 就是如果刘霞能够安全的来到这个自由世界 能够把刘晓波临终之前的一些新声传达给世界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呢应该就是做这方面的努力 刚才呢几位嘉宾啊都提到了 有关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 那么在国际层面呢我们看到 最近几天啊中国驻美公使的 这样一番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呢 不但令外界侧目也应该说 反映了习近平这一届政府啊 对外姿态的一种强硬 那么由此我们也看到了 国际社会呢针对中国当局啊 这种专制意识形态的输出和对外的渗透呢 提出了警告 尤其是星期三的时候呢 美国国会与中国当局行政委员会呢 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特别举行了听证 那么两位嘉宾是怎么看待的 首先刚才讲到就是说武力统一台湾 这个是由一个公使来说这样的话 当然我相信他也是得到了授权 他是一种公然的武力恐吓 说这个如果美国金舰访问高雄 他们就要动武 我想如果美国继续的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安排访问高雄的话 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理睬 中国总是这种威吓 过去也说过 过去那个防空识别区 如果谁进入防空识别区就如何如何 还有人说如果谁接近南海 中国这个主权海域的话 就会如何如何 好像就会一出即发 但事实上 他根本没有这个胆量挑起战争 所以我相信 如果美国金舰访问高雄 他也绝对不敢开战 他们这种叫嚣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 而且有些叫嚣开战那些将领 现在已经被换掉了 而国际社会 针对中共当局的这样一种 所谓利用所谓的影响力 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这样一个警示 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警示呢 是我们普遍感到重视的 因为在三年前 三年多以前 将近四年前 我就已经在我们KATO的那个论坛上说过 就是要警惕 就是中国现在向海外派的大量的所谓访问学者里边 有很多实际上就是间谍 比如说新华社的 外交部的 中联部的 商务部的 他们都有专门的间谍 他们根本不从事任何学术研究 他们就是到处收集情报 跟一些关键的人物接触 所以这种渗透呢 现在在美国很多顶尖的大学的东亚研究所 很多的中国研究中心里面都有 而且他们大量的拨给研究经费 邀请这个海外 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到中国访问 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 帮助中共来吹鼓的那些外国的洋五毛 已经培养了一批洋五毛 那么对那些坚决不改变自己 政治态度和立场的外国学者呢 他们也采取了一些封杀的态度 就是取消他们进入中国的这种可能性 比如说长期以来不给一些学者签证 包括我们上次访谈的 林培瑞教授 还有哥伦比亚大学 李安有教授 还有很多的著名专家 包括这个沈大卫 是中共官方过去非常器重的 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对他那个评价是放在第二位 说整个研究中国问题 他放在第二位的 经常去中央党校 中国的高级的这个 内部的一些机构里面去参观 座谈 但是这个人现在呢 因为由于他前两年 也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的言论 甚至说中国有可能崩溃 所以现在他也是受到官方的一些 很微妙的一些暗示 所以我记得我在K头的时候 曾经想组织一个 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门的论坛 我想邀请他主讲 他非常礼貌的谢绝了 他说我现在讲的已经太多了 有些敏感问题 我不愿意多谈 所以你可见 这种渗透和恐吓压力 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秦伟平先生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先向胡佳先生提问 然后我来给您发表言论的机会 胡佳先生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主办的 所谓世界互联网大会和中共 与国际政党对话会 南南人权盾谈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举动 您认为试图达到一种 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 而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 您感觉中国民间的民主化运动 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呢 他们的目的就是争夺话语权 建立一个以中共的价值观 以及中共的理论为代表的体系 这样的 然后用这个东西来对抗西方的谴责 包括那个互联网大会 因为中国是一个网络高强 住得最高的这个国家 实际上是臭名昭著的 那么他要在这里面寻找 就是寻求一个互联网方面 他自己就是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 而且他还要表现的 他十分重置互联网的发展和自由 关于南南那方面的话 因为南南都是属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面 已经是在人权领域上 他已经是一个过街老鼠了 但是呢他要当一个老鼠头 这样的话 就是说他必须当鼠王 然后呢让一些人权方面劣迹斑斑的 当然同时许多都是发展中国家了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在联合国系统上能够去支持他 就是说我们即使我们是流氓的话 我们也要这个流氓也要拉帮结派 然后形成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群体 这样共产党现在是非常有钱的 所以说在做这两方面 无论是这种乌镇的互联网大会啊 还是说南南都是他们出钱 就是说把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来出 而且在这边好吃好喝好招待 然后呢形成他自己的一个共识 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热闹 这样而且也给中国的公众留下一个 我们在互联网方面我们也是领军性的 我们在这个人权领域的话 我们所倡导的所谓生存权发展权 才是真正的人权含义这样的话 然后的话它会让你消解掉你的公民的 就是个人权利 比如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方面的这个诉求 然后您说到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它的话 因为网络现在的确确是被他们封锁的 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自媒体形式 用翻墙的形式 或者说在中国国内那些缝隙中的话 去发表我们的声音 包括这一次关于您刚 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 这个清理低端人口的事情 我真的很少发现中国的公众 普通的中产阶级 还有我一些根本就是说不是这个领域的人 他们所对于就是清理低端人口 对于这个红黄兰幼儿园 对于这个拆招牌方面的许许多多的论述的话 让我特别的这个吃惊 那这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表达的一种一种觉醒吧 然后另外就是说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的 那种街头行动在冬天有了 那么春天呢春夏之交呢 我对此的话还是非常非常有乐观 而且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我一问 我们根本没有参与 就是说那个那一次在12月10号的这个在街头的行动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没参与 但是仍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这多好啊 这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光我们这些人在做事情 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已经自发的采取了行动 那么我们知道在北京这座2300万人的城市 如果能有200万人上街的话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对春天对春夏 怀有非常非常就是大的信心 谢谢 好的 那么秦伟平先生 夏爱兰教授两位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我就讲一下这个美国公司 中美公司李克欣的一个言论 当然一方面他是说给国内的老百姓听 觉得国家好像很强硬 另外一方面他是在国际社会的一个试探 不光说是一种吹牛一种狂言 我认为在整个中国经济大砸坡的时候 中国政府习近平先生 他可能会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用地外发动战争的方式来转移社会矛盾 加上自己他应该是有比较大的所谓的统一中国 这种传统的这种野心 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值得大家警惕 不能光当一个笑话来看 谢谢 我觉得中国人的忍耐性是最大的 我过去曾经发明了一个名词 现在广泛的在网络上流行 叫中华忍民共和国 中国人特别能忍 如果你不把他逼得活不下去的话 他不会起来造反 那现在呢 中共尤其习近平 及其他手下的酷吏们 已经把中国老百姓逼到 已经没办法生存的状态了 这种状态呢 就是说砸人家的锅碗瓢勺 把人家连夜赶走 把人家称为低端人口 这就是秦始皇在逼迫 老百姓的这样一个节奏 所以很清楚 这种抗争会越来越激烈 而且规模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跟胡佳一样 我们对未来抱有充分的信心 好的 那么感谢几位嘉宾的点评 我们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 并且予以转发点赞 中国热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我是和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